鍾麗琦的大女兒在半歲大的時候 確診患上罕見的基因病 曾經被醫生診斷 活不過兩歲 轉眼間被形容為戰士小公主的她 已經13歲了 媽媽分享了生日會的照片 也感觸過良多 她以英文留言 說大女兒在她眼中 永遠是第一個出生的漂亮寶貝 為女兒感到驕傲 自己永遠是女兒的頭豪啦啦隊隊長 是最鼓勵她 和寵愛她的人 最後 記得感謝大家 來參加這個生日派對